針言第三十一章第十二节 他生是丈夫有益无损 我们看到在这里给我们理解了一件事 就是原来超越了我们一般人所理解 就是一个女性被神所创造时 他的特性已经是与生虚来的天积交给她 可惜很多时候一个女性 在现代来说只要是学做一个花瓶 你看荷里活所说的女性是一个什么的女性 很少见到关于炎虎片的任何一样东西 在这些电影里表达是一个女性做 女性除了照着近代的女权运动的做事法 穿得暴露 以及在结婚之前 美轮美换结婚之后 就只是一个 和丈夫可以说起居生活当中是平等的 一种生活方式 洗碗她又洗丈夫又洗 洗衣服她又洗丈夫又洗 每一样东西 简直是将所有应该炎虎片的所有工作 所有事件 完全抹杀她 所以变成在这里 有一点我相信会典型 就是说很多女士听了我现在所说的时候 一定会有两个基本上的误解 第一个误解就是说 我心目已经很忙了 我根本就没有遇到是这样的了 首先有一点我想大家知道的就是 其实为什么神一开始第十节用牛 这个字母 Olaf去说 这个是才德夫人的特性呢 因为我想给你知道 这个就是你天生能够做得最好的一件事 就好像你叫一只牛写字 当然不行啦 但是你叫一只牛耕田 是不是很容易 是的 没错了 这个就是他天生所做的事 其实我想给你知道 其实好色姐妹只不过 将她自己买鞋的一半量减一半 买衣服的量减一半 她已经绝对绝绝有余可以应付到 或者帮到她的丈夫 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给你看见 原来人其实当她自己如果不肯做的时候 其实她自然就会找其他东西堂塞她的时间 有些人懒懒散散都过到一天 所以你要看如果对比以前我们曾经说的 John Wesley 她妈妈就是养育16个子女 都一样使得她出来的子女 全部都成为有用的人 但是你会看到近代 就算没有子女都顶不住 很多时候的女性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当人不抗展的话 其实无论她性格 以及她的机能 以及身体的健康 都一直不断萎缩 你可以肯定到一样东西 就是一个能够 照着十几个子女的女性 对比一个可能一个子女都没有照的女性 其实照着十几个子女的女性 是更加健康 活得更加有活力的 而事实上第一点我们要知道 就是不是一个女性去创造自己 是神创造男与女 所以神才认识我们 而最重要的是 我们人生当中 大部分的祝福 不是凭我们自己 凭胸可以制造出来 是一定要神次的 所以我们的身体健康 长寿都是神次的 如果我们不是走回神所 给我们应有我们自己的责任的话 其实那些预算在我们人生当中 刺给我们的封性 就不可能临到我们身上 就像今天我自己拥有的封性 如果我现在还是一个地盘老 我相信 我现在连我百分之一有的祝福 都不会有 人对我的尊重百分之一 都不会有 我可以肯定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根本是神刺给我的 如果我一意孤行 要照着自己的生活方式 去过我自己的人生 其实我自己能够为我自己 争取的 不单止有限 最恐怖的就是 你用自己的方法 争取的东西 全部都要用自己的方法 去维持 这才是惨 即是你年纪大 你会见你珍贵的东西 无论家庭 健康 受数 都会一一离开你的 第二点我要理解的 就是第十一节所说 她丈夫心里倚靠她 这个是原则 这一点我特别要提的原因 就是很少人 要么就不学做严妇 一学做严妇 就好像等于一个小孩 刚刚学做家务一样 很多时候她会怎么样 很努力 尽快做完之后 她可以看电视 打游戏 甚至正经一点 做功课 这个典型 很多时候会看到有的现象 就是说当一个人 他做了一种不愿意做的事 或者他觉得不是他应份做的事 又或者甚至 他不想做的事 他就会变成了 但是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简单来说 那个人根本就不是真的想做这件事 不过说着或者是监督 那他就一定要做 是不是 那就快点快去做完他 是不是 我不是没做 但是问题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真的完全是一个这样的气氛 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下 那 吩咐她做事的那个妈妈 心里面会不会依靠她 不会 真的怕了她才怕玫瑰 明白吗 这个随时越帮越忙 全部都要翻手 很多时候 是不是 所以姐妹 我想问你知道 你一是不做 一做的时候 你是真的尽心尽意去做才行 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天职 是一生之久 就不是说 做完就算 那西就行 就好像 譬如举个实际的例子 譬如我带领石安教会 我怎样才让神 我们这个新郎 教会这个辛苦的新郎 他怎样才会心里依靠我呢 就是我 很交代 我不是说 趕着远 然后我有自己的游戏 有我自己的正经事要做 有我自己的人生要过 不是 我自己一生 当我知道 这是我的天职 如果我是一个辛苦 我就要懂得照顾这个家庭 这个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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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就是我的天职 就是我生命当中 我自己一定要把它做 不单止 并且做得最好 真言第三十一章 第十二节 他生死丈夫有益无损 我们的缺点 和他人生 幸福神 Sapose 和他人生 和他人生 和他的人生 是死rait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